話才剛說完 這名藍衣男 又朝著旁邊的外送員揮拳過去 也不管管理員和住戶們制止 好幾次朝外送員臉部痛 被害人沒回首 被其他住戶帶進大廳 但打人男子還想追進去 秀出臉部傷勢受害的外送員黃信南大生 不只被掐薄 眼睛淤血 左臉還沒消腫 嘴巴甚至縫了三針 相當嚴重 他當時只需要送餐到新北市新店 建設社區 但打人的男子根本也不是社區住戶 他就突然停在我旁邊說 要不要下車處理一下 然後很兇 我很害怕 然後我就繼續騎 我沒有理他 他就突然來我機車旁邊把我掐住 然後挑釁我 然後直接給我一拳 事發在25號晚間將近7點 原來當時判信駕駛突然在路中央停下 被男大生按了聲喇叭 對方不滿 先是當街攔車要外送員下車彈 避免衝突被害人不理會 繼續送餐 對方則追了200多公尺 到社區門口動手打人 只是看到兒子的傷勢 媽媽也無比心碎 這種治安也讓他很擔心 都自己打工賺錢 賺學費 我不知道按了一聲喇叭之後 那個人對他做出這麼可怕的行為 你治安是有點讓人擔心 打人的潘性男子下午來到派出所說明 他坦誠有打人 將會依照傷害罪送辦 而被打的外送員才21歲 跑外送賺錢是為了要付學費 卻無奈遇上這種暴力事件 他已經驗傷完 說會告到底 對於這種人不還手 但也不會姑息 TVBS宣傳員觀影 寫不寫不道路